好,来,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职场情商课 你组织同事们私人聚餐 大家都不想叫领导参加 实习生无意间把聚餐的事跟领导说了 领导说,哦,那我也要去 此时此刻,你怎么办 和大家如实地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咱们也是正常地和领导一块去吃饭 然后之后我还会组建一个 只属于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私人聚餐 我觉得这个回答的话我能给到70分 就这个叫领导去这个事是一定对的 但实际上的话,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次的聚餐上面 如果我能够让领导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关系缓和 消除一些误会是不是更好 但反而如果你再一次地 又做了一次小的聚餐 其实你把这次机会是浪费了 老师,因为我不太清楚 我为何要做一个这样的聚餐 然后这也是一个我的一个大前提 然后之后呢,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是需要自己的一个团体 一个这个聚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 就是会更轻松 孩子,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 来到这个舞台 咱是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不是争论对与错 你要把你带入这个角色 就像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一样 你是人来了,神没来啊 我觉得他说都比我想的好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我也觉得好 为什么 他组织四人计餐是一定有他的目的的 那么领导来了呢 就是说他可以迅速地调整 领导来了 我想达到什么样的预期和结果 所以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目的 就说我这些哥们儿们我要乐呵乐呵 或者增加我们的感情 那我继续来一场 对吧,我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满分 来吧,各位企业家 一道职场情商课的题 多么的有趣啊 每个人的答案都是所谓的答案之一 还是那句话,没有对与错 来吧,各位企业家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让我们做出选择 好,祝贺你,李泽林